一条美人鱼你会怎么选 不是两条美人鱼 一条美人鱼 遇到了一条那再来 如果你一个人被困在了孤岛上 遇到两条美人鱼 一条上半省事鱼 一条下半省事鱼 你会怎么选 喂 我选第三种 什么第三种 就像你手中的Vivo S9一样 桃红柳绿光业4E 彩色玉地自拍眼清晰 世界第一 Hello 大家好 我是世界第一 不正业的时尚去阿浦老爸 视频开始前 老规矩先把世界第一 满上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化妆吧 今天的妆造 还原来我心目中的娇人 在古亚树的神话里 她是掌管生育的女神 在希腊神话里 她是会诱惑水手的海妖 在日本 传说她吃了可以长寿 还让比丘尼活到了800岁 在中国古代 搜神记中就有记载 说是 南海之外有娇人 水居如鱼 不费之计 其眼气则能出诛 山海经就跟不得了了 记载的娇人男女老师都有 几乎都能够 错一周半的麻将了 你看啊 不同国家的古文化中 都有相关传说的记载 你想不想起 世界上真的有人鱼 我手机给你们录一段 我现在的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突然就很喜欢这种 看上去很清醒的妆 口味突然变淡 OK 完成 给你们看一下前支4400万的像素 现在的拍摄环境其实挺暗的 但是拍出来还是很好看的 你帮我拍个照吧 哦 好 你拍几张策面的吧 资料里写了S9新出了一个功能 可以自动筹评官 今天就说面帮大家试一试 天呐真的可以自动辟图 这也太省心了吧 租租啊 租租啊 租租的感觉 然后我给大家翻试 就这样 我就这样 爬在街上吃饭 拍下场 不怕 因为他没有拍完 都拍下场 约宇 张神 痳 吻 反正 融 重 ا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